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每日頭條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3月22號 星期五 在節目開始之前 還是先拜託您點贊訂閱我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每天的最新消息 來看詳細內容 在22號 英國和澳洲兩國舉行了會談 支持臺灣有意義的參與國際組織 英國外交大臣卡梅倫表示 臺灣周邊如果遭到封鎖 對全球經濟將造成災難效應 另外 菲律賓海岸防衛隊指控中共的船隻 在南海航行時透過危險的操作 試圖阻擋菲律賓科學家登上鐵線膠 另外 為了應對中共的威脅 臺灣首批新兵訓練更貼近實戰 英國外交大臣卡梅倫表示 中共是日益專斷的劃時代挑戰 英國積極參與印太事務 除了部署離岸巡航艦之外 還將通過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 加強與盟友的關係 而且印太區域的和平與穩定 攸關英國以及全球的安全與繁榮 在22號 英國和澳洲舉行了外交國防部長2加2會談 並發表了聯合聲明 部長們支持臺灣參與包括 非以國家地位為先決條件的組織 成為會員或觀察員 強烈反對任何破壞南海穩定的行動 並強調了各國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在南海行使自由航行的權利 另外 部長們對於中共船隻 近期對菲律賓船隻和船員的不安全行為 表達了嚴重關切 他們一致認為這樣的行為破壞穩定 並且會導致誤判升級的風險 他們還重申了2016年南海仲裁法庭判決的約束力 強調任何行為必須符合國際法準則 部長們還支持盡快批准英國在今年底之前 加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 並認為英國的加入將會加強英國對印太地區的參與 促進成員國的繁榮 美聯社報導說 在22日 菲律賓海岸防衛隊的發言人塔瑞耶拉表示 在21日 中共的一艘海警船在軍用直升機的支援下 試圖阻攔兩艘搭載科學家的菲律賓政府船隻 前往南海爭議水域的兩處沙洲 中方持續鳴笛長達30分鐘 而且以廣播的方式警告 但是菲律賓科學家仍然堅持在這兩片荒蕪的沙洲上 進行了長達4小時的海洋以及生物多樣化的研究 在當天 中共海警局指控有34名菲律賓人 非法登陸鐵線礁 塔瑞耶拉在22日反駁說 這是中共海警局所說的又一個謊言 另外 臺灣軍方從今年起恢復一年期的義務役 來應對中共的威脅 而首批陸軍的新兵在入伍收訓8週之後 除了增加射擊用的實彈數量之外 野外戰鬥也搭配機槍射擊和炸藥爆破 營造更逼真的戰場實況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莊佳穎表示 蔡英文任內遇上了中共大幅擴張武力和對外軍事壓力 不僅是針對臺灣 也同時指向了日本和菲律賓等國家 任何負責任的政府都會提升自衛能力 對於恢復義務役士兵徵集 並推動自主研發教練機和防禦型潛艇 有助於提高臺灣的嚇阻能力 對內也會提升國人的自信 烏克蘭智庫軍隊轉型和裁軍研究中心 亞太部主任尤里里表示 烏克蘭戰事凸顯了新科技的重要性 尤其是無人機 可以用在偵察 通信 運送彈藥 甚至是攻擊等任務 按照烏克蘭的經驗 幾乎每個人都應該學會使用無人機 這是臺灣軍方未來需要積極發展的方向 俄烏戰爭充分凸顯了預備役部隊的重要性 因為俄軍也大量使用無人機 導致烏軍的裝甲車無法靠近前線 意味著步兵必須要提前下車 所以體能訓練仍然是重中之重 臺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 國家安全研究所所長沈明氏認為 依照目前購自美方的高性能常規武器 只要能夠提升訓練 充分發揮它的作戰效益 同樣能對中共產生嚇阻 未來臺灣的現役軍人加上後備軍人 總體兵力渴望達到100萬人 除了臺灣積極地應對中共之外 在22日 日本自民黨會議上 批准了解除日本與英國及義大利 共同開發的下一代戰鬥機 向第三方出口禁令的內閣決定草案 日本政府將在26日就出口政策做出內閣決定 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將修訂操作指南 日本從此將成為允許出口 具有殺傷能力武器的國家 在22日 威爾士王菲凱特在一段視頻中表示 他患癌症 正在接受化療 這段視頻是在20日錄製 並在22日播出的 之前在他1月份接受了沒有說明的腹部手術之後 社交媒體上一直在猜測他的下落和健康狀況 在視頻中 凱特沒有說明他患的究竟是什麼類型的癌症 他只是說 在接受治療期間 請給予我時間 空間和隱私 我很好 通過專注於接受治療 我一天比一天強壯 直到這週早前的一段視頻出現 42歲的凱特自從聖誕節之後就一直沒有公開露面 那段視頻顯示了他和丈夫威爾士親王威廉 離開他們在溫莎的家附近的一間農場商店 肯辛頓宮之前沒有披露多少有關凱特的病情 只是說他和癌症無關 而且手術很成功 由於需要時間康復 王菲在4月份之前不能履行公務 這個消息對王氏來說又是一次衝擊 在上個月 國王查爾斯二世被宣布接受癌症治療 官方也沒有具體說明癌症的類型 但表示 他的癌症是在治療良性前列腺增生時被發現的 在21號 美國商務部負責工業與安全的副部長 埃斯特維茨表示 中國芯片製造商 中芯國際如果為受到制裁的華為公司 生產高端的芯片可能違反了美國的法律 目前正在調查這件事 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麥考爾詢問說 中芯國際為華為製造7納米芯片 是否違反了美國的制裁 埃斯特維茨說 有可能是的 我們必須進行評估 埃斯特維茨把中芯國際的製造工藝描述為低產量的 而且他質疑中國大規模生產先進芯片的能力 以及維持在一定性能臨界之內進行生產的能力 不過華為在近期推出的一款智能手機當中 使用了先進的7納米芯片 而且是在商務部長雷蒙多去年8月份訪華期間開始銷售 這款華為的Mate60手機當中的芯片是由中芯國際製造 它嚴重依賴荷蘭設備巨頭埃斯摩爾 以及美國製造商梵林集團和應用材料等公司的技術 據彭博社的報導 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去年9月份表示 正在調查所謂的7納米芯片生產的問題 雷蒙多誓言將採取盡可能最強的行動 來保護美國的國家安全 彭博社在20日報導說 據知情人士的披露 美國正在考慮制裁一些與華為公司有關的中國芯片公司 以遏制華為逃避美國制裁的秘密芯片供應鏈 美國的官員還在敦促荷蘭和日本同行加強芯片控制 並試圖說服德國與韓國加入這一行列 特別是阻止芯片製造工具的部件從這些國家流向中國 在21日 埃斯特維茨表示 拜登政府敦促盟友 停止向中國出口芯片製造工具的部件 這是削弱中共芯片製造能力的一部分 包括麥考爾在內的共和黨議員也敦促拜登政府 要全面切斷華為和中芯國際與美國供應商的聯繫 澳洲政府承諾將在未來10年內向英國投資47億澳元 大約合30億美元 支持在澳洲設計和生產將安裝在澳洲核動力潛艇上的核反應堆 澳洲國防部長馬爾斯和外交部長黃英賢 在22日會見了到訪澳洲的英國國防大臣沙普斯和外交大臣卡梅倫 他們共同宣布了AUKUS協議的關鍵後續步驟 據澳洲新聞有限公司網站的報導表示 他們確認總部位於阿德萊德的潛艇製造商 將與英國國防巨頭英國航太系統公司成立一家新的合資企業 共同建造未來的核動力潛艇艦隊名字為SSN AUKUS 澳洲承諾的這筆巨資將用於新的SSN AUKUS艦隊的設計工作 並擴建英國的勞斯萊斯工廠 這個工廠建造的核反應堆最終將安裝在潛艇上 馬爾斯表示這個安排證明了AUKUS協議正在繼續快速推進 根據AUKUS協議顯示 澳洲將先在2030年代初從美國購買最多5艘的弗吉尼亞級潛艇 並在大約10年後與英國聯合建造和運營新型的SSN AUKUS潛艇 澳洲政府所擁有的ASC公司還將負責維護澳洲二手的弗吉尼亞級潛艇 以及將在2040年代開始交付本地建造的SSN AUKUS潛艇 英國國防大臣沙普斯表示 中共和全球其他潛在的對手形成的威脅 證明了AUKUS合作夥伴在核動力潛艇上的巨額支出是合理的 各國都需要投資 確保對手看到我們認真對待我們的安全 捍衛我們的航行自由 據估計到了2055年 AUKUS核動力潛艇計畫的全部成本 其中包括建造、維護和服務將達到3680億澳元 香港基本法23條立法在19號火速通過之後 將馬上在23號生效 亞洲潛艇基金會理事、德國國際人權協會理事 吳曼陽對大紀元表示 中共這樣做 徹底毀掉了香港的前途 外資也將被迫撤離 吳曼陽認為香港的前景堪憂 第一 現在的香港政府絕不是一個高度自治的政府 完全是看中共和習近平的臉色來辦事 另外 共產黨的思維比較僵化 他們以為用港版國安法就可以控制全局 可發現實際效果並不好 因為從2020年中共開始在香港實施國安法之後 大量的香港精英移民到了國外 有70萬人離開了香港 而這些精英人士的離開 對香港來說是個很大的損失 但是很多香港人還是在繼續抗爭 《基本法23條》實際上很像港版國安法 只是比國安法更狠 吳曼陽認為 中共其實很蠢 香港的經濟一直在下滑 他們以為這樣就可以加強對香港的控制 可問題是香港的經濟還會繼續下滑 香港股市已經跌到了一個新的最低記錄 樓價也在跌 外資也在撤離 據吳曼陽的估計 可能有一半的在港美國企業已經撤離 或者正在撤離香港 香港之前之所以在經濟上成功 就是因為曾經有非常健全的法治 對人權的保護也是亞洲地區最好的地方 知名度也是全世界排名第四的 這些都是香港的根基 現在沒有了健全的法治 沒有了人權的保障 也沒有了自由 香港的經濟就不行了 吳曼陽得出的結論是 《基本法23條》救不了香港 也救不了共產黨 他認為香港本來一直是能生金蛋的母雞 現在共產黨殺雞取卵 它的一切錯誤實施 都會把香港的經濟砸掉 他還表示 特首李家超說過 香港的特別優勢是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 而那個所謂的祖國現在也是經濟危機 政治上也很不穩定 因為黨內鬥爭非常激烈 就是因為背靠祖國更會害死香港 而聯通世界本來確實是香港的優勢 但現在誰還敢聯通世界呢 很可能就犯了違反《基本法23條》的罪 所以我說現在共產黨真的是鎮腳大亂 他們越想要救自己 渡過危機 結果是危機越大 在19號的時候 香港立法會通過了《基本法23條》立法 而在同一天 在布魯塞爾的歐洲議會門前 竖起了紀念六四的《國殤之助》 這也是名叫《背禁藝術展覽活動》的一部分 這個展覽是由國殤之助的創作者 丹麥藝術家高智活 與捷克港人藝術文化團體一起策劃 以人權為主題 抗議香港23條立法 以及香港對藝術的政治審查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報導 展覽獲得了來自葡萄牙、荷蘭、丹麥、德國等 多名的跨黨派歐洲議會議員的支持 高智活也在個人網站上表示 在歐盟主要立法機關前樹立國殤之助 就是要告訴中共 他們的審查在歐洲行不通 高智活創作的《國殤之助》有多個版本 當中以1997年 樹立在香港大學校園內的一座最為著名 一直是香港回歸中國之後言論自由的象徵 但在香港民主抗爭運動發生之後 2021年遭到了校方的拆除 之後被放到了元朗貨倉 在去年的5月份被香港警察國安處拿走 聲稱與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有關 高智活曾斥責香港警方的做法荒謬 更表示會盡一切努力拿回作品 這次在歐洲議會展示國殤之助是較小的一個版本 大約是原先在港大作品的三分之一的大小 高智活表示 曾收到中共駐布魯塞爾大使館的來信 批評展覽是所謂的純粹政治操弄 嚴重干預中共內政 這次不僅展示了作品 展覽還邀請了歐洲議會議員、學者和一眾藝術家們 就人權、中共審查制度 以及香港藝術審查等議題進行了討論 以上就是這期的每日頭條了 如果您喜歡今天節目的話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讚訂閱還有轉發 也可以使用特別感謝功能來支持我們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祝您週末愉快 下次節目再見 明明就是支持白馬拉雙 可喜倫敦 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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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